战马在古代的吸引力是无比巨大的 无论是帝王还是将军无人不想要好马 当时汉武帝两张大腕就是为了汉血宝马 本期就跟云轩一起看看史上的十大名马 赤兔马本名赤兔 即红色的像老虎一样的猎马 据说为汉血宝马赤兔马一直是好马的代表 所谓人中旅步马中赤兔 蒂鲁 三国时期刘备的坐骑 其奔跑的速度飞快 在三国历史中最显眼的一处便是背负刘备 跳过阔树杖的谈膝 摆脱了后面的追兵救了刘备一命 霸王项羽的坐驾是一匹黑马 通铁黑段子一样 幽光放亮 唯有四个马蹄子部位 白的赛血 萨鲁子之一的是东征洛阳 铲平势力时的坐骑 列于陵园祭坛西侧守备 前胸中一剑 绝影 三国时期曹操坐骑 不明思义 跑起来快得连影子也跟不上 绝影无影 绝影是一代枭雄曹操的坐骑 在卫书中有所提及 公所成马名绝影 为流石所种 商辖极足 并种公右臂 黄标马 标字的含义是黄马带白点 此马的白点多位于肚子和两类处 主要的是马头上有白毛 形状圆如满月 所以别名西凉玉顶杆草黄 黄标马即使喂饱了草料 类条也显露在外 赵叶玉狮子 通体上下一色雪白 没有半根砸似 浑水雪白传说能日行千里 产于西域 马中的极品中的极品 爪黄飞电 曹操的爱居 其高大威武 体态庄严 名字与众不同 气势磅礴 也唯有曹操这样的枭雄 才可以配得上这匹骏马 特勒彪 是武德二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 黎世民消灭歌剧满意的刘武洲势力 收复河东师帝时 与刘武洲大将宋金刚等作战时的坐骑 排列于昭陵祭坛东侧守卫 刺满毛色黄里透白 绘碑黑色 道立 唯古代明居乃关外明马 体格健壮千里绝群 脾气暴烈极难驯服 后泛指两马 古代传说周沐王八句之一 景细色浅黑 木天子传卷一 天子之巨赤迹 斗力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每一次的关注转发评论都会让我们内心充实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博 和鱼木工作室的其他账号 你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给我们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